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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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 信眾 來解 因果 那一開始 是會由師兄 來告訴 神將 這一位 信眾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 家住哪裡 然後告訴 太子說他今天來做什麼 然後 今天信眾是來做 解因果的事情 那太子會 先測 看需不需要解 測完之後 太子寫可 測就是說可以解 那此時 師兄就會介紹說 所需要的時間 今天禮拜六 還有下個禮拜三 的晚上來寫書文 然後再來是 下個禮拜六 早上九點 來到宮中 來領取書文 然後再去地藏安 會有師兄姐 協同 一併去處理 處理因果 解因果的相關事宜 所有要去解因果的時候 都會有師兄姐陪同 好 然後再來太子 所寫的是 這時候太子會 邊看這個人的身體 有時候會甚至會再 觸碰他的手掌 來跟 他現在的這些眾生 在他身上的這些因果 來交涉 來寫說他們的所需 那前半段 一般都是所謂的金子 還有一些蓮花 這些物品 甚至有一些是紙的衣服 或紙紮的什麼東西 本宮一般 神價大概都會 把這些金額壓制在 不超過兩千塊左右 因為這些是所謂的物品 然後其實給多了 其實對這些眾生也不好 為什麼 就如 我們要去別的地方 你穿金帶銀 是不是就容易被別人看到 會對你有非分之想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東西帶剛好就好 只是要讓他們 順利去投胎 順利去報到 順利去接受一些審判 然後把一些罪 都還了以後 順利去投胎 那這些物品 只是讓他隨身帶著 夠用就好 所以不會開多 不會像外面的 要多少多少 甚至燒了一卡車 或是什麼 我覺得太子啊 本宮的神明都很慈悲啊 所以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些通常就是開一些物品 那這些物品裡面 後面可能會有一些吃的 可能是菜碗啊 或一些糖果餅乾啊 這一類的東西 那一般怎麼選擇 這類的東西 其實這些眾生都跟你那麼久了 跟你的吃 跟你的生活 已經幾乎融在一起了 所以這時候只要找 你喜歡的就好了 不要鋪張浪費 就是說菜碗 三分三素 或者是六分六素 那你就找你喜歡吃的 這一類的 基本上就可以了 不用說 就是說我們要送人家走 特別去買 很好很好的 那是一種鋪張 是一種浪費 是一種 貪啊 所以還是建議就是 剛好這樣就可以了 太子會邊看 然後也邊跟這些眾生 這一位信眾 來雙方都適合的條件 大概是這樣 要讓眾生離開 是必須要得到 所謂的雙方都同意啊 那我們信眾願意解 就是什麼都同意嘛 當然也不能讓信眾花太多錢 那眾生要走 他想說要走 能要多少 他就會盡量要 那太子 神明作為這個中間者啊 所以會不斷的 會比較就是 站在中立的立場 讓雙方都會覺得 圓滿這樣 最後面還會謝謝 一些要給神明的 所謂的 鮮花樹 然後這些 金子的部分 我們都會要求這些 要解的信眾 打電話到 地藏岸那邊有金子鋪 先讓他們預約好 傳給他們 請他們先幫你把它撿起來 到時候人去付款就好了 那現在鮮花 因為也比較難買 那他們有在幫別人代買 所以就會 我們都會請 這些要去解 英國的信眾 就是先撥電話 提前個幾天 把花訂好 那對方那邊的花 他們訂起來也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這一切就是 不要鋪張浪費 那那些什麼菜碗啊 其實就是去自助餐 的地方 去挑選你要的東西 然後冰起來 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把它 就是也不用特別解凍了 其實再拿到宮裡面 再拿到地藏岸的時候 這些都已經就是變成一般的溫度了 所以也不用說都要是熱的 所以就是只要不是壞的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現在這時候太子在 雙方再協調 看有什麼要增的 增加的 或要減少的 這時候會再做最後的確認 那這時候師兄會 依太子所寫的狀況 為他解釋說 這些東西裡面有什麼 偶爾會有一些特殊要求 可能這裡面有些因果 它是吃素的 那他有特別要求 他要類似 饅頭還是麵包之類的 要五穀製的 所以有時候會有特殊要求 要特別講 因為有時候我們也看不是很懂 那就要再問一下太子 或者說太子聽到 這個是有誤的 他會趕快修正 修正師兄所講 那一般就是 只寫到物品啊 但是有時候太子啊 會覺得有些人 希望讓他們了解 他們到底犯了什麼錯 然後太子就會特別的寫 但不一定每個人會寫 因為有些人他就是大咧咧的 其實他就是只要解就好了 不需要去了解 那有些人或許他有特殊的狀況 為了日後的修行 或者是他犯的錯是更嚴重的 所以會有不一樣的狀況 那太子現在的狀況 應該是會為這個人寫下 他的前世因果 他的每一世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要解 那這時候就是一世一世的 都必須要摸過手 透過在他身上的因果 來傳達 到底他犯了什麼事情 得罪了什麼樣的人事物 那這些東西都是 不會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寫一個大概 讓你知道說 你這一次最主要犯的錯是什麼 那做錯了什麼 那是不是解完了就沒有了 沒有 他這個解的話 就是比較近代的武士 就是離最近的這武士 然後來為你解 然後等你再過了一陣子 你修行到了一陣子 或者說你可能過了十幾年 走在路上你的因果又找到你了 那時候可能還要來解 所以一般 有可能的話 可能是五到十年 人生也有運勢的高低 那有些人就會來問 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來問神明 那有時候神明就會說 你的因果找到你了 或者說有些人就會 在外面聽到一些師兄姐 就說你該解因果了 會碰到一些奇人意識 會來告訴你這件事 那你就會有去解的機運 那解的機運的時候 就有可能就會再解到另外其他事的因果 那解完因果以後 就是其實也就什麼都不用想了 知道自己以前犯過的什麼錯 然後這輩子就不要再犯 其他的也不用多想 那反正解完以後 就跟這些因果一刀兩斷 自己就不要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盡量向善 能夠幫助別人 其實這樣就是最好的回報 那有些人會寫一些心經 或寫一些經文 來回向給這些因果 我是認為沒有什麼必要了 因為因果跟你解完之後 就沒有太大的事情了 大家就是一刀兩斷 就是這樣 那我們只要不要再犯這些錯就好了 現在寫到第三次了 因為這裡面的內容 有些人會不大想給大家看 那我有問過這位師兄 那他是沒有特別說好或是不好 但是我想一下 我還是不放大了 就這樣讓大家看 知道有 本宮有在幫別人處理因果這件事 為主要的目的 那有一些人如果 在外面有碰到一些奇人意識啊 或是什麼 告訴你要解因果 那我只是告訴你 我們協聖工會 有在做這個業務 就這樣而已 那只是說我們這個就是針對你身上的因果 也告訴你為什麼你犯了什麼錯 為什麼要解這一類的事情 寫得清清楚楚給你 但是我還是要講喔 批不批你的因果 給你看 這是 純粹是神明的考量 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並不是說 我去解因果 你要給我解釋啊 我犯了什麼錯啊 那我不知道犯了什麼錯 我為什麼要解呢 並不是這樣 是已經有人先放下 或是無形眾生已經放下了 他就說你只要給我一些東西 我就走就好了 這些拉哩拉扎的事情 也就不用再說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 因果裡面 無形眾生裡面 也是有一些願意放下的 不會去計較的 所以這事情是 很多種啦 就跟人一樣 眾生就跟人一樣 都有他的想法 有他的執念 有他的過往 有些想講 有一些不想講 所以沒有什麼絕對的 那就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這就是 就是等太子寫完 他要讓他來說 又是心的 這個時候 還有他在這裏 他接下來就會說 看一下 他要做什麼 都在自己看 我在看 他在家中 那些不明 他可以去過 但他在家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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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